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说朱深 可谓是当今乐坛的香菠 不管是OST影视主题曲 还是各大综艺节目 都会频频邀请朱深来现场 这部又在近日 朱深为新电影《不速之客》演唱的主题曲《美好的世界》上线 这次他采用了罕见的唱风 太带感了 全新的唱法 低音 高音 电影 迷幻 喘声 声线变化等 独特的唱腔 与电子迷幻曲风相结合 与以往不同的唱腔 新鲜感十足 电子风格 在情感上就让人觉得惊喜 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就像永远不变的春天 - 阳光洒在每一个星天 让人无比一脸 - 阳光洒在每一个星天 让人无比一脸 - 阳光洒在每一个星天 让人无比一脸 - 都别提醒我 这样的时间复权 -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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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为告诉我 这里一定会存在 而除此之外 朱深在国家宝藏展演技节目中 演唱了一首威风也超级好听 这首歌的歌词诠释了当时18岁的李世林 与六匹巨马征战撒产的历史往事 我们可以在其中听出来少年的勇敢 其大气大曲风让人梦回大堂 而朱深也一改昔日缥缈空灵的唱法 用干净且坚净的声音歌唱了一位 意气风发大少年 想过天面张荣 依然心潮奔涌 天下家在剧云 壮阔心胸 乱一荣华 和你衣衫 护千五长安 对这个作品也非常重视嘛 所以就是不停地改啊 我从唱腔上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一反我平时的一个风格 包括我们改版本最后也是改了28个版本 为了唱好威风影这首歌 朱深和幕户团队反复修改录音播次 在歌曲中融入了细腔和演唱 用老僧唱法 来了一段念白 使得整首歌得到神话 这也是朱深新歌手法 听过的人不由的鼓掌叫好 这首歌不管是舞台表现 还是朱深在感情上零零尽致的表达 都堪称完美 歌曲演唱完毕后 张国立说太棒了 王院长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朱深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见 民族强盛 长治久安的向往 还有长安左六郡 这也展现了朱深的一种国家情怀 小伙伴们觉得朱深的治疗术歌好听吗 欢迎到兄弟去研究 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 只要发现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